快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婉逸 8月26日晚8点半 我会在快手直播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赶快来入区给我留言吧 娱乐六翻天直播间见 娱乐六翻天一起方方方 快手的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汤姆 欢迎大家来到娱乐六翻天的直播间 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横店 来探班一位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 他是谁呢 就是在这个暑假 大家非常非常上头的表哥 让我们欢迎张婉逸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婉逸 看到婉逸 我第一反应是近期的一个热搜 非常帅气 作为演员来说 我觉得演员本人应该是很欣慰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热搜 叫张婉逸自己接荡自己 其实说到这个自己接荡自己 也是因为我们这次来横店 是因为婉逸可能在横店待了比较久了 所以我们先替大家问一下 多久没离开横店了 呦这待了得从就有四个月了吧 四五个月了 又是四个月 对 而且之前刚才开始之前 我简单跟婉逸聊了一下 说就是现在在拍的这部什么时候上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对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待在横店 对 接下来就是今年基本上就磕在这儿 好嘞 横店人呗 对对对对 好嘞 那这次应该没带窄桥来横店吧 没有没有 所以今天呢我们快手也特别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要送给婉逸 对 来我们先把礼物送给婉逸好不好 刚才提到了窄桥 那我们送你一个乌龟 哇 哇 哇哇哇哇 OKOK 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乌龟玩偶嘛 因为窄桥不在身边 那我们送一个这个Q版窄桥 哇这个这个太棒了 这个是不是还可以取下来 然后就骑摩托 现在准备自己戴上 戴戴戴上 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陪我们一起直播 好呀好呀 好 冲哪边 哎 冲这边 好嘞 真让我拿走什么 必须的 行 OK 不满你说还有个精灵球呢 哎呦太好了 待会一套啊 OK 我们邀请完了我们今天的Q版窄桥以后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在今天的直播当中 陪伴我们一直守候我们的直播 当然了 今天除了婉逸本身之外呢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厚的礼物 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点赞当中 点赞达到一定数值之后呢 就会结束我们非常丰厚的快币红包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舒服力口令 拼手速 就有机会抢到婉逸给各位老铁们 准备的非常有这个诚意的礼物 我们给大家剧透一下 有我们的蝙蝠侠乐高 还有长相思的小说套装 瓜子大礼包 哎很有寓意哈 还有我们婉逸的亲笔签名照片 待会我们请婉逸签了以后给大家 帅 等会 待会先 OK 好 现在婉逸呢还在这个 我们一开始的状态当中 大家和婉逸一起啊 我们把这个气氛热起来 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呢 一起来聊起来 把你想说的发在评论区当中 把你想要看到 婉逸有可能会满足的你的心愿 打在评论区当中 所以呢我们稍后 哎 怎么着窄桥想下班是吗 不着急啊 不着急下班 好 老铁们也可以把你们的心愿刷起来 稍后我们邀请婉逸来翻牌 看看哪一些幸运的朋友可以达成你们的心愿 OK 现在导演已经提示我了 我们刚刚开播也就三分钟吧 我们的点赞已经达到了100万了 哇 感谢 感谢 感谢啊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把这个热情延续下去啊 多多为我们的直播间点赞 也会满足大家的心愿 那这样吧 我们先请婉逸来看一看 评论区当中大家在说些什么 有没有你比较感兴趣的 可以翻牌一下 200万了 200万了吗 不是真的假的 300了吗 300了吗 可以啊 这样吧 我替大家先来问一下 诶 婉逸跳女团舞 对 饶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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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就替大家这个反馈一下啊 婉逸你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也可以读出来 这个大家好多人问那个第二季什么时候播 我也特别期待 就是 但是现在确实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但相信快了 OK 好 那我们替大家再问一个比较概括型的问题 婉逸你觉得什么样的评论比较容易得到你的翻牌 不知道 我都随机看的 OK 行 那就看各位和婉逸今晚在我们的娱乐六番天的缘分如何了 来 我们正式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当中 今天我们也为婉逸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 当然了 少不了我们非常精致的道具 就是神秘男孩的城堡 在每一层都有一个婉逸的专属形象 我们会来到城堡当中 也请婉逸来打开我们的城堡 拿出这个相应的形象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呢 我们 现在有没有你感兴趣的评论区的内容 要不要先翻牌一下 就是拿大号播的 好的 这次没走错片场 对对对 真的 OK 所以拿大号播有什么感受 人果然层层的 就是500万了 说是 500万了吗 我发现了 我替婉逸总结一下 他对数据比较敏感 是这节奏吧 多开心 好嘞 来我们请婉逸来给我们打开第一层吧 第一层的城堡 一楼 一个熟悉的形象 大家非常喜欢的 苍璇摇摇乐 你看他的头一直在摇摆 婉逸要不要配合一下 摇摆一下 挺猙獰 可以 其实我的本意是一起摇一摇 一起摇一摇 结果Course的他表情是吗 也可以 婉逸可以多看我们的镜头 这样子可以 在这 对 在这 多唠一唠 其实这个摇摇乐也是来自于我们当时预告当中的一个名场面 就是和杨子老师有一场对手戏 包括台词大家也是津津乐道的 叫做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这场戏应该拍起来的时候 你自己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这场戏过瘾 过瘾 这是属于大开大合的戏 对 你当时这个就为这场戏做准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细节跟你分享 细节 这场戏我跟小妖我俩都是那种顺着走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演员彼此之间互相很信任 然后就是你看对方给予你什么样的刺激 然后你给他什么样的反馈 这样就两个人就搭着很叔叔的把这场戏给演完 嗯 就是本身是很信任的 对 就可以你既有一个承托 又能够跟对手戏有一个很爽的这样 对 就是我们演员会说这是互相给对方递一个肩膀 对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是非常比较专业的表演的聊天 那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刚才我看到数据还是在不断的上升 然后评论区当中也持续有问题在问 我看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 跟我们刚才表演是相关的 他说晚逸的这个播出的版本当中 配音是自己的吗 原声吗 长江丝是的 自己原声 这个现在其实大家也会相对比较关注 对角色的还原 大家都会很期待是演员的原声 对 长江丝还特别难得吧 就是能在横店做到收录演员的原声 现场收音 现场收音 刚才说这场戏演得很过瘾 你觉得演完之后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能给他自己打几分 打分这个观众顶 留给大家 好 现在估计微微一点延迟之后 就会看到十分十分十分 哥哥笑一个有人说 笑一个 看这儿看这儿 笑一个笑一个 啊 这儿这儿 对对对对 哇 我觉得晚逸今天的状态非常真实啊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今天其实也是有去主播拍摄 拍了一天的戏 就他们 都他们还都知道我五点钟起了 就是厉害厉害 毕竟大家会拍你这个上下班图 哦 对对对上下班 OK 好 导演也提示我们了 我们现在的点赞已经破一千万了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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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苍权 不愧是晚逸 OK 不用一直举 不用 来放桌上就行 好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其实是来自于第二季的预告 那可能还有一部分朋友 我们暂时没看过咱们的这个预告 嗯 我们请大家和我们的晚逸一起来 再回顾一下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勾起一些 我们晚逸的片场回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每一次娶起你 我都不许你说恭喜 我说让他走 谁都不许来 我喜欢 搞错了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作吗 我去杀了警 就要杀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预告的 对 跟来一个演员本人的 reaction吧 有什么感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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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演的 没错 没错 打我自己的话 没错 OK 所以其实这段我们看起来也会很过瘾 相信拍的时候肯定还是 相对来说很有难度的 包括我看握刀的那个 包括有血啊什么的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考工 真的 真的 自己留的呗 是自己留的血 优秀 OK 真听真看真感受 好嘞 OK 所以刚才我们又看了一些这个 预告也好 片段也好 有没有想起当时拍摄的一些故事 再跟大家聊一聊 拓展一下 就是很难过 很难受 最早就是 跟那个制片人聊这个戏的时候 他就说很难受 然后我当时因为不是太了解 然后就想能难受到哪去 最后看了那剧本 是挺难受的 然后开始拍的时候就 当学生哭泣太多 是 就是各种难过 各种无奈 各种隐忍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 在现场就是你又得 就是充满了活力的去展现每一场戏 要精神充沛 然后又得演那种 距离很多的一百种难过 嗯 就是 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好的 就是能让大家有一些 就是共鸣吧 就还是挺开心的 嗯 我相信作为演员来说 就是得到大家对于 不管是剧情方面的认可 还是对表演领域的认可 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我相信这一部剧集播出以后 婉毅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正向反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时时大家在说些什么 其实刚才我看到有一个评论 特别有意思 他想问婉毅 有没有机会和小妖 也就是杨子老师二搭呀 那太好了 就要这样几个 真太好了 因为她是 首先就是 就是职业之间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员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敬业专业能力 就是属于极强的 然后私底下我们关系也很好 然后她本人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性格很开朗 很大方的一个女孩 再加上也是我的师姐 还有这层关系 对 特别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能二搭的话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我也期待 好 其实刚才我们也和婉毅小小的一起看了一下剧 第一季呢也是高一段落了 整体你觉得播出以后你自己看起来有什么感受 或者说你在和朋友们家人们一起看剧的时候 跟他们在聊一些什么 就首先就是大家给我发这些剧的有一些播出的链接 或者大家的反响 我觉得 就我作为演员本身 我自己很开心 就是自己演的作品 演的角色 能被观众们看到 就是很感动 然后大家要是能再产生一些共鸣 那我就太开心了 然后再加上一些观众自己发现的一些这剧里面的隐藏的那些小点小细节 就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很幸福 很幸福 就是在这个关剧层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升华也好成长 对 好 那其实整个在播出之后呢 很多老铁们的反馈也好 或者是网友们的评论也好 很多都特别有意思 甚至呢我们知道在有些这个宣传的场合 晚一还戴了墨镜 有人戏称说这个我们晚一老师视力不太好 那今天在我们的娱乐六翻天 怎么着不得来一个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们给晚一准备了一道小小的测试题 就是我们把一些相关的句子做成了视力测试表 是那个 对就是这个 看看晚一能不能够看到这些网友的评论 并且正确的把它读出来 我们也是做成了从大到小的视力表的模式 晚一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读大家的这个评论 稍后我们把这个板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看你读对了多少 看看是视力真好还是视力真不好 有没有特写切一下 眼睛瞪得像同龄 最后一行我都能看见三分之二 那FLAG立的高高的 我们从第一行来吧 第一行来 就是张婉逸好伟大的一张脸 OK 哇 哪里是爱苍玄明明是爱张婉逸 谢谢 哇 知复红眼自残 晚地苍玄配想太妙了 太妙了 还压上了 OK 张婉逸我喜欢你有错吗 谢谢 表哥这么多皮肤不药明 说我衣服多是吗 说我距离 他说的应该是 我觉得 这是你的角色反常大 哦 梅逸老师没有看到过这个 没有 这个评论我第一次看 婉逸老师待会儿 关于网速这块我们待会儿大家测一测 OK 下一行吧 苍玄你技术是张婉逸救了你 这是很高的评价 这我觉得这是相互的 就是我跟角色之间相互的 好 张婉逸终是帅哥 光站在那儿 就像一 赴山水画 对 白天喜欢太阳 晚上喜欢月亮 我永远喜欢你 欢迎各位把这些截取出来 每天循环播放 对吧 是是吧 对 我们来见证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 确认一下 确实 我远程兼考了一下 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给个特写吧老师 尤其是最后这行 5.2的实例 白天喜欢太阳 晚上喜欢月亮 我永远喜欢你 完全正确 好 怎么说呢 就是游戏进行到这儿 我只想说 恭喜张婉逸被确诊为不忙 不不不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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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OK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在说些什么吧 有人说 视力比他好多了 还有人说想看婉逸的脸颊比心 那在节目里面好像是就是好像干嘛了 还是忘了 就避过了 OK 就不赘述了是吗 还有人喊婉逸的小名 这视力杠杠的 这个Q2搭的也很多 看来大家确实是很期待 考虑出单曲吗 我在努努力 这方面是在努努力 稍等一等是吧 对 再等等 OK 好 好 OK 张婉逸未来可期 我们也期待一下 那导演也提示我了 我们喜提2000万点赞 2000万是好像是 我就觉得冲浪少 就是感觉好厉害 是确实很厉害 对吧 这边做的全是快手的老师 好 我们对面全是快手的老师 快手的老师 OK 好 那测试视力之后呢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婉逸的视力 应该是更有信心了 那其实刚开播 苍玄被很多的网友说是战神 就是那罚战榜吗 罚战榜第一名 但是后来应该是搬回来了一些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自己搬回 搬回来的怎么样 我觉得靠第二季了 还是要靠第二季 靠第二季 第一季还是 差点意思 但是说实话 第一季停在了一个 差点意思 很有那味啊 很有网感 拿捏了 得自己第二季再争点气 OK 但是其实第二步 就是我们目前去猜想也好 或者看到预告的这些物料也好 感觉主打一个表哥黑化 演员点头了 所以是这样吗 签了合同 能不能说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预告里是大概也有 OK 这回答就很妙了 非常real 所以那我们就不说剧情 就说说演起来的感受 演起来就我作为演员很享受 特别爽 就是 因为我知道第一季那种 就是需要比较深沉 或者很隐忍 以及很多层次那种表演特别多 其实就是所谓收着眼 藏玄第二季 第二季有很多的场面 非常的放肆 就是从前面到后面 你觉得整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 外放出来是一个 不能说发泄吧 就是一个突破 第一季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 第二季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好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季晚一的表现 所以你自己觉得会怎么拿捏这个黑话的情绪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太过外放的表现 如果就是 这是一个就是分寸感 就是你也不能 就是你要隐忍过度了 就是有点像就跟没演 看不出来 你要是就是太过外放了之后 就是觉得夸张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现场的 就是开拍之前 就是功课要做足 有一个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基础 完了之后 到了现场之后 你就消化掉台词 忘掉台词 然后努力的感受现场的氛围 然后感受对手演员给你的刺激 然后去尽情的去释放就行了 然后至于好不好 那个监视器后面做的有那个导演替我去把把关 就你会很放松很放心的去释放 是 我现在听晚一聊天 就特别感觉在电影学院的表演技术里乱 所以OK 其实刚才咱们有很多的老铁陪伴我们的直播 很多其实他们都称自己为晚艺 或者说是长相思这部剧的网友 也有人称自己为神秘的姐姐 或者神秘的妹妹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等会儿 没口红真的 我一男演员没口红 你的节奏很不错 逐渐就是有主人翁意识 可以的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互联网姐姐和妹妹的事 其实刚才也跟大家小小的预告了一下 今天在我们的线上也有一位非常神秘的互联网妹妹 要跟晚艺一起来聊一聊 接下来她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就来把时间交给晚艺 来和我们的互联网惊喜的妹妹 来一个惊喜联麦 来时间交给晚艺 来吧 妹妹 哪呢 限连 限连 对 限连 路上了 那她要是那边信号不好怎么办 连不上 来了 嗨 她看我是看哪 看这 我能看见你 我可以看见你 你看着镜头 你好 你好 都没老妹 忙啥呢 你忙啥 我在横店呢 还在组里 在组里 对拍戏了 我那个什么 我突然刚才跟他们这些工作人家聊天的时候 我知道你刚拍完一个戏了 我刚拍完哪 我刚拍完哪个戏 就是你五个份是不是杀青了一个戏 啊 折腰是吗 哇 你现在都来抢我们饭碗了 我能想着你吗 我演的玩 我还能想着你饭碗 不是 你这个 你这个我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你本人的就是性格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当一个演员 我要看看你怎么呈现那个角色 怎么说呢 听完你说这话 我想着要不我劝劝你别看了 那我要劝你别看了 我估计这个制片法也不太满意 反正都行吧 都行吧 哇塞我要演父辈 我其实我演父辈的时候 我应该多跟他交流交流 忘了 那时候咱俩已经认识了吗 有微信了 有了 有了 有了吗 那已经 有了 有了 我拍长相思的时候 咱俩有的微信 那时候你在拍长相思 就我在成都的时候 应该是 然后我 哎呀我拍父辈 就应该多跟你聊聊 我那东北话 要跟你早聊 说的更溜 你看你错过了吧 你看你错过多少 你就哎呀 怎么说呢 哎呀 人一样腼腆 就容易错过一些机会 这银啊 自己不给自己机会啊 但你那个已经拍完了吗 对吧 明天播 明天就播了 哎很巧 好巧不巧 你在前一天知道的这个信息 你可以帮我宣传一下 明天就播了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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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谢谢雪芹老师 看看我一遍 是是是 需要我做啥 怎么在 跟周围亲戚朋友 转发之类的 是吧 帮我宣传一下 可以可以 不是转发转发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 谢谢 是是是 我能我能 要我也能 就就凭我对你的这个喜爱度 对不对 这不是人尽皆知吗 哈哈哈 我答应你年底那个事我一定办 你办一下子最好就是说就是能 因为因为你 你你看看呗 我们马上这个下一番也要开始了 他说什么 我说我们马上毛绝望下一番也要开始了 那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没听见是吗 对啊 你说你年底答应我这事你只用办吗 我说我这马上就是开始了 太好了 马上也就到年底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加上就是我我就是锦代表我以及毛老师啊 就是非常的喜欢张老师 你也是期望能够拿眼睛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俩 这个都已经 已经通过你 然后认识了毛老师 然后并且 对不对 嗯 学习了一下 你看你这一下子 你这不就懂验识了吗 哈哈 而且你现在直播不也是挺挺厉害吗 游刃有余的直播 我不行 这比拍戏对我来说要紧张一些 现在跟因为主持人同龄人 就我们聊的还就是放松一些 你俩都落啥了刚才 我俩落的都是都是长寿司 哎我看到那哪了 哎我看到多少集了 我得看到二十集现在 快点追吧 万一第二季来了 你都赶不上趟了 没事我慢慢看呗 我每天吃饭的时候看 每天吃饭的时候看 我看到你跟那个 你那第一个老婆是吧 啊不要提不要提不要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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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行不能是吧 这是那个 那个挺好看的那个 嗯 我也到那儿了 好 哦是不 哦对不起 不行 哈哈 能行就是 不是喜欢小妖吗 你老提别人干嘛 那你自己干的事你 嗯 行行行那个那次我试图去去去去去批评一下我的那个邓维 但是我被人家一句话给我怼回来了就是靠这个 是不是 瞬间我就没有立场了 是啊我看的也挺挺着急的其实 哎呀就他们说还能愉快的聊天我那我别提了我别提了那你快点点别的我本来一集子 我能说还要说是 ты 等会儿我现在有点混乱 我感哪我看这是吗 看哪啊 看看哪啊 看这啊 看这啊 嗯 女孩子一说她想学一些东北话 你想学一下东北话呀 东北话哪壶不开提哪壶 哪壶不提提哪题 北话 我给你研究一个啊 你是想学那种呢 鸡咬嘎啦点的 就是偏门点的 还是想学那种 大众普遍都知道的那种 这样吧 我那个 父辈明天就播了 然后你可以就是 帮我就是审视一下 我东北话标无标准 要不标准的话 私底下告诉我就行了 行 你说一个我听听 不是 明天要播了 然后你要去看这个剧嘛 然后你帮我看看 我这个东北话标无标准 对不标准的话 你就偷偷地私底下告诉我一下 你那里边有没有啥经典台词啊 就你觉得挺东北的 我觉得挺东北的 鸡闹 鸡闹是我当时拍那个戏的时候 新学的 鸡闹了 对 别鸡闹 鸡闹学挺准确 还有什么鸡眼了 跟鸡闹一样 还行 挺标准的 但是跟地道的东北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当时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 不是 你可以演 我觉得东北话 你只要带那个味儿就行 因为每个东北话 东北不同地方说的话也不一样 是 那我有时候看那个电视上能刷着那个锦楼的 这个啊我这个 你看我看一下我给你介绍我今天这个衣服 我这个衣服是快手出的 象牙山斯牙嘎 为什么你那么远都有这件衣服 然后我跟他们的距离我们如此的近 我都没有这件衣服 那你快问一下他们怎么 你怎么没有这样的衣服呢 你看我这上面是谢光坤 谢光坤和谁 我这是 我要谢光坤 好的 他们说给 他们说安排安排 这上面谢光坤 你可以这个就很标准 我说的跟他们是一个地方的这个话 和王老七 和王老七 怎么的 听不见我说话了哟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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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见了 咱们还有主持人 咱有啥小环节没有呀 今天 咱有啥小环节没有呀 要不让那个 婉逸给雪庭推荐点 恒电好吃的不 你妈铁锅盾呢 哎 不是 你这 你这吃铁锅盾就是 不还是东北的吗 就是吃你 是你本地的 就是其实 你 待的多不多呀 就是它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就是它哪的菜都有 你要下回来的话 如果 你不是下回来 就是你要是下半年能来的话 那我告诉你 太幸运了 我一定在 然后 然后 你要想吃什么 你可以 你可以来 来找我 可能我 够呛能 能带你去 但是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说啥呢 不是 你给我二维码 我给你付款 我请你吃 但是我可能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客余时间到现场 哎呦 太辛苦了 那我还得去探你的班 我觉得这个 不是你空手来就行 这么一算的话 那我觉得恒电就是铁锅盾最好吃 恒电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哪个 就是烧烤 它烧烤里面有一样特别别致的东西 叫 蚂蚱 蚂蚱我不行 不是真的 你不要想 嗯 要吃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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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靠这个 你试着我看看 你给我描述一下 我看看 我踢一个什么味 不是我刚才这个反应 就是我想吃 但是这不是拍戏要 你看已经给你上来了 哇 哇 来来来 感谢 但是倒是也用不了这么多 因为 现在我们就是 好假 古装戏相对来说要 控制一下那个 体重 我要吃 待会牙上有这个残渣 提醒我一下 没事 我想要个水 啊 好吃吗 哇 很酥脆 然后就是 你尝不出来一点意味 就是它 特别香 哎呀 口感 哎呀 很很很 很脆 还有腿呢 哎呀 哎呀 还有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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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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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蚂蚂 真的 那你 这个这个 你爱吃 我跟我跟邓维的爱 下回你俩总面约着 好蚂蚂吧 我 那你爱吃别的虫子吗 别的 哎 别的好像倒还好吧 但蚂蚂还挺喜欢吃的 天哪 肯定是 哎呀我看你吃还挺鲜糊 到点了 万一你不问一下雪芹吗 问我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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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喜欢吃 我 烧烤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像烧烤的我吃个蚂蚂 就属于比较特别的 你在烧烤里面喜欢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跟你说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吃 我那边好吃鸡头 好鸡头 老香了 可以吗 铁着 我倒是也行 因为湖北吃那个吃鸭头 大叉不叉 对 那我只见过就基本上好像就东北烧烤 好吃鸡头 老香老香的 而且最好是糖醋的 哎呀 等有机会吧 我在恒店没有吃过 没有吃到过好餐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的话 就不管吃这个还是吃那个烧烤里面的任何一样东西 就是得跳绳了 这一串蚂蚱得跳多少个绳啊 本来现在是维持就行了 但是这个点了 现在几点了 九点了 我再吃这些油炸类的东西 确实是烧烤什么的 哎明天少吃点饭吧 真不错呀 你这播到几点呢得 播到几点 九点半 九点半 播到九点半啊 那你今天属于就是正常下班时间吗 还是平时比这个九点半还要晚呢 看情况吧 因为拍戏嘛 有时候能早点 只是有时候 然后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就是正常点吧 那你这个戏啥时候拍完呢 我看看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档期 拍完 你知道我快去参加那个毛雪望了 我就快拍完了 哎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太好了 一拜 行吧 现在他们Q我了啊 结尾了啊 下次一起约吃饭 请你吃饭 行 好 明天我就去给你宣传你的父辈 行你毛雪望的时候到时候准备点吃的在那节目 行我骂他妈不就是快一点 行行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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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雪芹 谢谢雪芹 拜拜 我我挽了就行 吃包 可以出来 是的 哎呀 好嘞 怎么样好吃包 好吃好吃 ok 来可以用一下餐厅 我以为又又给我的 还没吃够呗就是 还吃吗 还吃吗 可以边吃边聊 就真没口红 好刚才其实我们导演也提示我们了哈 我们已经解锁了一波福利 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礼物 那礼物是我们的什么呢 喝口水 告诉大家 长香丝小说套装 哎 错 好 稍后我们请晚一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长香丝小说套装如何来获取的这个福利口令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拼手速挂件 前十名的老铁就能够得到我们的长香丝小说套装 来我准备啊 三二一 然后我们请晚一给大家亮口令 三二一 口令就是 和你长香手有错吗 OK 没错没错没错 来大家听手速啊 出入我们的口令和你长香手有错吗 前十名就能够得到长香丝的小说套装 祝大家好运 那当然了各位老铁们想要看到晚一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实现的心愿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互动 晚一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翻牌互动 我们继续为我们的直播间点赞 现在导演提示点赞已经突破了三千万 我觉得这里面少不了蚂蚱的功劳 OK 来看一看现在大家在说什么吧 晚一来翻一下 有人说你们的手速可真是快啊 我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啊 下一轮我们给大家送礼物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左上角的拼手速挂键当中去输入我们的口令 而不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评论 这样大家才可以拿到我们送出的礼物 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是这儿吗 对没错 左上角 OK 好 那我们回到剧集吧 嗯 其实我们也会好感觉 好奇嘛 有时候会奇思妙想 如果假如有一天 呃 张婉仪本人穿越到了长相思里面 你觉得你会做些什么 我想看藏拳客瓜子 然后抢一点他的瓜子 然后我再跟他说一下 你别客了 你旁边坐的是你妹妹 啊 OK OK 好嘞 那大家客瓜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中奖的老铁们呢 我们的官方会给您发私信 大家可以稍安勿躁 也祝大家都能够好运 拍摄的过程当中 其实作为演员来说 势必是要投入大量的情感 然后会真听真看真感受 所以很多演员也会出现就是认真的诠释完一个角色 或者演完一场重场戏之后很久不能出戏的情况 嗯 万一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情况 或者这个情况对你来说存在吗 嗯 极个别的时候吧 其实我相对来说属于一个能够快进快出 但是有一些戏它毕竟需耗费你的那个精气神 耗费你的一些 怎么说呢 情绪 你需要你需要把那个情绪感情 就极其深入的投入进去 然后你有些的时候就会 很压抑 很难受 但是你现在是一个工作的状态 你也没有办法释放 你可能回到那个房间 你还得准备第二天的戏 可能这个时候就 真的有时候情绪是会很低落的 然后你看我平常有时候喜欢吃点什么 放假的时候吃点甜食 那拍戏时候也不行 然后你也没法跟好哥们一块晚上就是 吃个烧烤啊 让自己开心一下 这都不行 就是 好好 有些时候也有他的难的地方嘛 但是 也不是说就是卖残怎么样啊 就是 就是 聊一聊感受 聊一聊这些感受吧 就是 也很幸福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职业 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 听晚一的一些感受 确实能听出她对表演这个行业的喜爱和认真 那其实很多 在表演过程当中 刚才也提到了 对手系演员之间的互相配合 也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刚才提到的杨子老师 也是晚一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师姐 对 我其实刚才还想问 因为我是戏剧学院的 所以我想问晚一就是 一开始见师姐 会不会稍微有点 师姐好有点发怵 但是后来接触之后 发现挺不一样的 跟我们聊聊这个初印象和现在的不同吧 我见她 因为杨子 就是她 她性格很开朗 就很外向的一个女孩 然后她 就 其实在我看来 因为 因为就是虽然她跟我同龄 但是我 我小时候在看剧的时候 人家已经是一个 人家已经是一个 我心里就说实话 人家已经是一个 成熟演员 就是成熟的演员了 是跟自己前辈似的 然后 但是她会主动来跟你打招呼 然后 就是 她 很 让你 你没有距离感 就感觉很亲近 很有 有点 陌生这种感觉 对不会觉得陌生 没有 不会觉得疏离 就很 你会被她 带动起来 就是那种就是 就是 再加上有 有 师弟师姐这个 关系就可能就 会更近 稍微打断一下 你俩在学校见过吗 我 我见过她 10和13应该在学校是能见着的 我见过她 就是在那个 大戏 我们表演楼那个 看人家就是进的表演楼 然后 也不敢 肯定也不敢 跟人家打招呼 什么 好家伙 当时你是大一刚入校吗 她10 我是13 比她小三届 那时候她应该大四了 大三大四 她大四了 OK 你有看她的表演大戏啥的吗 实习大戏 或者毕业大戏 这种 那还真没有 OK 行 那既然没看的话 我们 接下来有一个要你好好看一看的东西 什么 好 刚才聊了聊和小妖之间的配合 其实很多朋友津津乐道的呢 是 苍玄和小妖之间的有趣的点在于说 苍玄就是找不着小妖 那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测试 就是考一考 苍玄 能不能找到苍玄 也就是说我们请张婉懿 来在我们的稍后的视频测试题当中 找自己找苍玄 看看你能找到多少个 答对百分之多少 如果答对的足够多呢 就说明你厉害 如果答对的不够多 我们就有小小的惩罚 也要实现一下我们老铁的心愿 所以稍后我们即时开始呢 会放一个视频 你要在里面找有多少个苍玄 多少个苍 这样你先立一个flag 你觉得你能找到百分之多少 就立一个flag 对 我今天就是挖坑的 那flag好难的当时 我今天只能站在老铁这边了 立一个flag 你能找到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一半 百分之五十 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安全牌呗 那我们来见证一下 拭目以待吧 来我们准备一下视频考题 三 二 一 请放视频 我看了一下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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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反应 这样吧 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 要不要再来一次 不会惩罚不再来一次 不会 就是不是不会 是该惩罚一次的 还是惩罚一次 那还得答是吧 第一遍还是得答是吧 还是得回答一下 或者说你可以先给个答案 然后再看一遍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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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不要再看一遍 我再看一遍 三二一开始 哎我有多找了一个 好嘞 多找了一个 所以你的最终答案是九个 九个 行 那我们请这个 对不对 我先给你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嗯 正确答案是十个 哎 不过还是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正确答案圈出来了 我们请晚一来跟大家说一下 你找到的是哪九个 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 找一下 然后给大家展示 嗯 说实话我也只找到了九 应该这个我没看着 这个我确实 这个我确实 这个我确实没看着 这个树下的藏悬 对 有点隐蔽啊 对这太隐藏太好了 对我们看到视力测试上 还有一个等级结果 八个算是恢复期 没事 那你就介于痊愈和 恢复之间 还是可以啊 不用惩罚吧 既然你答的这么好 我们就不惩罚 哎呦太好了 来个奖励吧 就是实现一个老姐们的心愿 啊 好 好 你看一下你哪个比较感兴趣 表哥在线客瓜子 蚂蚱是不够香吗 蚂蚱都吃了还用客瓜子啊 跳舞 别了别了别了 这太吓人了 有人说想听那个表哥唱首歌 刚立完那个上一个flag就是唱歌 所以这没什么新意了 没什么新意了 是吗 啊 确定不唱一下这个 回应一句话 这回找不到小号吧 我要拿小号直播的话 你哪看得着啊 你都打不出来那字 好 下一个 下一个环节 OK 刚才我们的评论区的老铁们 也有很幸运的得到了我们苍璇和 也就是蚂蚱的三排 也希望大家继续持续在评论区当中 跟我们多多互动 那刚才其实也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 聊了这么多呢 我们再给大家上一波福利 接下来这一轮我们会送什么礼物呢 来有请表哥跟大家揭晓一下 我们的礼物是什么 我们的礼物就是 瓜子大礼包 我觉得快手确实是有求必应 刚才有人说在线课瓜子 没事我们给你包邮到下 OK 接下来各位竖起你们的耳朵 马上我们要请婉易来公布这一轮的福利口令 稍后我在数三二一之后呢 我们就请婉易来公布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击左上角的这样一个挂键 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口令的环节当中 来三二一 我们的口令就是 好客爱客 好客爱客 好 祝大家吃得开心 也恭喜我们前十名的老铁们 可以获得我们的瓜子大礼包 那同时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直播间的点赞已经突破了四千万 很开心啊 我觉得今天大家和婉易的这个线上聊天 互联网聊天也是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探索 我们为婉易准备的神秘男孩的城堡 马上我们要来二楼了 好 请婉易打开二楼的蓝色窗户吧 这这这 啊这么打开 哎 这造型是属实有点帅气 啊 随人 哎 哦 OK 这个帅气的男孩叫做王富贵 啊 对对对对 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可能稍微还是有朋友不太知道 我这个 这个王富贵呢 就是相对来说很久远了 这个是我在 一五年的时候 然后 然后 刚刚可能 一个脚趾头 踏进这个 这个 这个演艺行业 然后 这是我饰演的第一个角色叫 王富贵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近期长江寺的播出 然后被 被大家关注到我的这个第一部戏 嗯 所以其实刚才 演员本身也说了嘛 被大家考古了 那既然如此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们今天在线一起来 回顾一下 王富贵的名场面合集 来 嗨起来 请放视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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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 我们今天晚上 被我干嘛 现在看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说多有天赋的一个演员 然后这部戏是我的第一部戏 然后我觉得很幸运自己接到了一个主角 然后并且这部戏是一个喜剧 我觉得包子一打开了 打开了 我敢以这样的一种形象去试人 我觉得给我自己后来的表演创作上 有很大的一个自信 所以其实我们说表演当中 一定要拿掉这个偶像包袱 一定要解放天性 这个戏很完美地做到了这些 所以万一你的解放天性 是进校之前就做到了 还是去学校以后解放 我觉得应该是进学校以后 就是上学之前还是有一点点 对对对 好嘞 其实这个视频我们刚才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很多朋友是不是还把它这个发给你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境 给我们还原一下 你说朋友发给我这个视频是吗 他刚开始发给我的时候 我以为会是长相思 因为正在播呢 并且他播还挺好的 没想到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 然后就包括我的一些 我自己的朋友 他们可能现在看长相思 但是他们也是第一次去搜我之前演过的戏 然后又又又充了那个会员 然后看了这个鸡皮魔王 然后他们也觉得就是很逗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戏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就是也是一种演员的幸福感 嗯 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嗯 所以说刚才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 也有朋友非常巧妙的概括说 婉翼的名字是言情剧 脸是正剧 然后行为呢是喜剧 对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这怎么看拿眼睛看 好嘞 不能拿鼓子看 嗯 你觉得他说的准确吗 就是所谓 嗯 名字是言情剧 脸是正剧 然后行为是喜剧 就这么说吧 这是大家的褒奖吗 我觉得算是吧 算是吧 为什么我想起了你之前的一个问题 嗯 你把狗狗是包一词吗 是包一词啊行 啊行 啊行挺好挺好 就大家喜欢就行 好嘞 老干部点头呗 那我们就这么问吧 简单翻译一下 包括刚才其实在评论区当中 也有老铁巧妙概括了一下 你觉得张文艺本人 你觉得张文艺是搞笑男吗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啊 我没觉得 没觉得 我没 我实话我真没觉得我搞笑 就我意识不到就是 有些我觉得很正常的 就说了一句话 然后就别人觉得 哎 你这有梗了 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梗 怎么说呢 就是最极致最顶级的幽默大师 都不觉得自己很 别别别别别 哈哈 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 脸给人的感觉 还有这个王富贵角色背后给人的感觉 嗯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在社交当中也喜欢简单的去用一种性格测试来给我们做一个就是交友也好或者是简单快速了解一个人的一个抓手也好 所以晚一你知道自己的mbti是什么吗 我说实话我老听别人说这个 但我真不知道什么什么爱人什么什么bt啊什么 就是爱人可能就相对内向一些 艺人就是比较外向一些 我觉得我都有吧 导演我听说现场准备了考题是吗 要测一测吗 你说这已经 来 呃第一题 那我们就现场来测一下 各位一拉罐们 我们即将揭晓张婉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啊 来第一题 去餐厅喜欢做什么位置角落还是中间 我都行 一定要选一个呢 我真的我都行 随便就哪有位置我坐哪呗 如果都有位置然后就是你更偏向于哪一个 第一只第一感觉 我真的我没有第一感觉 我看到你第一题的时候我就 我当时第一感觉我就怎么答 我觉得都行 都行是吗 真的都行 这道题的背后 其实代表着角落是爱人中间是艺人 那么恭喜张婉仪被确诊为又爱又易 啊不能这样吧 按理来说是不能的 但是我真的选不出来 我就随便就是比方说有吃饭 我朋友去哪做我就随便都行 OK那继续吧 一匹马走进酒吧 一匹马走进酒吧 他会对调酒师说什么呢 选项A是马怎么会说话 选项B是真的再点一点东西 我说 那个第一马怎么会说话 马怎么会说话 这个代表的是S 就是另一面是N OK 第三题是 如果有人说看见月亮想起你所以联系你 你会也你会说也想他还是说为什么 我都没听懂什么意思 就是说呃 我碰到你了 然后我对你说看见月亮想起你所以联系你 你会对我说你也想我还是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的背后指向的是替人 替人 替人 最后一题是演唱会快手娱乐六翻天直播前忽然有朋友来到后台休息间探班 你会邀请他和你一起玩呢 还是感觉属实有点被打扰到 都不会吧 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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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打扰到也不会 通常他们帮我挺开心的 然后 也不会让他一块玩 因为我现在有工作我就赶紧熟一熟心 OK 好 所以就是他背后指向的是J和P 所以正唯一是又J又P 那所以我到底是个什么 所以其实你可能需要就是按正规的这个测试 它是比较长的 我不是他 这样吧 我答不出来 你回头测一下 然后私发给我 或者发个快手 好吗 告诉一下大家你的MBTI是什么 留个作业 我到现在我都没懂什么 就反正选择题 对 它其实指向的就是你性格当中不停的一些侧面 好 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线上这个监考 来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马上我们要公布的这一轮送出的礼物是什么呢 玩意 乐高蝙蝠侠 OK 这个玩意本身也很喜欢 不想送 不想送哈 OK 接下来大家注意听晚意的口令 还是在咱们左上角的这个挂件当中去输入我们的这个口令 来 321我们的口令是 把蝙蝠侠带过来 好 大家在左上角的拼手速挂件当中输入口令把蝙蝠侠带过来 前10名就能得到蝙蝠侠乐高 OK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把你的心愿在评论区当中告诉我们 晚意稍后也会跟大家翻牌 点赞突破5000万了 我感觉刚才跟晚意的交流其实很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索一下神秘男孩的城堡 马上我们要去三楼了 来 请晚意拿出三楼的张晚意 三楼还用我拿 我直接 不用开盖了 对 直接从阳台上下来吧 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张晚意 这组照片其实来自 来自十里和 花鸟市场是吧 花鸟市场 OK 所以其实很多 包括一拉罐也好 或者是我们快手的老铁们 他们在说看到之后感觉 有老大爷那味儿了 所以你觉得张晚意本身我们来回应一下 你心中自己老了以后 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觉得自己老了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 是真的没有年轻人 就很少 我没遇到过 就是喜欢去花鸟御充市场的 我就挺喜欢去的 我觉得我可能老了之后 就一跨栏背心 然后一拖拉板 然后就 再来个那个菩萨 对 菩萨算了 手上拿东西麻烦 就是就直接背个手 就去那个花鸟御充市场 就溜达去 然后看个小乌龟 买买花 然后放家里面香香的 挺好 挺有意思的 果然名不虚传的张大爷 所以一拉罐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叫你 挺早的 挺早的 我觉得近期其实很多 原来不是一拉罐的朋友们 逐渐因为这个 常常的热播也关注到你了嘛 所以很多的朋友也开始进入到了一拉罐这个群体当中 你觉得现在因为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会不会更注意自己的形象 比如说认真搭配啊 OOTD啊什么这些 有时候也会 但是我工作时候我就不太会 我可能就是工作时候就翻来覆去 就还是那些就是洗干净穿就行了 所以婉姨不如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身穿搭吧 这我还是 就是 真 你们之前说这今天这个直播会很轻松吗 然后我就穿了一身就是 好好好 听取直播间帅声一片 然后然后就穿了一个就是就是 舒服的 干干净净的舒服的 然后就是就裤子衣服都比较宽松的这种 嗯 好 刚才说了一下 其实也是自己认证了一下老大爷的作息 那我们接下来呢 现场考察一下 准备了一个作息时间表 我们请婉姨现场来填一下 然后在此之前呢 其实我也填了一下 待会大家对比一下 看看你刚才跟李雪芹介绍咱俩是同龄人的 作息会不会也比较相近 嗯 你先来 我填好了 你填完了是吧 对对对 我们是这样啊 作息表当中呢 有早上的时间 还有上午的时间 这是什么时候 是拍戏的时候还是休息 就我们就休息吧 休息 休息 休息早上六点到八点 哇 这个字写的是 然后 帅 来 接下来来到上午的时间 八点到十二点 下午 待会我们全部写完之后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大家有什么想看晚一稍后实现的一些心愿 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多多跟我们互动 留下你想看到的晚一能够完成的一些小小的任务也好 想对他说的话也好 我们稍后会邀请晚一来帮大家翻牌 已经有 一拉罐说晚一的字写的特别好看 别别别 瞎话呢 现在在 好 下午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来到了晚上 着急忙慌的 赶紧打几天 十七点到二十二点的时间 不是 你们这时间点怎么卡的 这么大块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呀 这个时候应该是在 有人在帮你回答说你会弹钢琴 看那样吧 这个时候 看那样 晚上 不是说就睡了 这点一般来说 好 答题完毕 来晚一我们跟大家展示一下吧 好 我们先看一下晚一 早上六点到八点是睡觉 上午八点到十二点 四个小时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吃早饭 要打好多项啊 可以的啊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也是一种成功 来 下午 下午十三点到十几点是娱乐 娱乐你一般干什么呢 娱乐 你这放假了 你朋友约约你 你不得去见见 就是朋友聊一聊 聊聊天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 这个就是 就是 也不叫露营吧 没那么高端 就可能就是去 六六弯 看看风景 OK 好 接下来是晚上的十七点到二十二点 是晚饭 吃饭很重要 对 要吃八个小时 OK 八个小时 五点到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也不错 OK 入睡前 二十二点到二十四点是看电影时间 对吧 嗯 有补充提问 评论当中 他们说你晚上还是吃汉堡吗 还是吃蚂蚱 晚上 这 这选项应该都会有点 真的 嗯 就是你日常其实也是会吃这些的 日常 蚂蚱可它少吧 少 蚂蚱真的少了 汉堡因为就是我觉得它就是 吃起来就很爽 相对来说你控制好那个汉堡里面的那些东西 它还比较减肥餐呢 好嘞 OK 最后是熬蚱生活 也就是零点到三点是睡觉 所以晚饭平常睡的是比较早的 相对来说是早吧 如果第二天没事的话 你会几点睡觉 第二天没事的话 看电影有时候可能晚上 这是大框架啊 就是有时候可能看看电影啊 好看啊 或者是看剧乐什么的 也会有到那个凌晨的时候 不是说绝对 是大概的一个范范范围嘛 刚刚大家其实也有看到哈 就是 呃 晚宜的字其实是写的很好看的 真的 不是 瞎话 你是会 之前有练过字吗 我有时候就是瞎写写 就是之前也有练过字帖 对 以前小时候练过 好嘞 OK 刚才跟大家揭开了一下我们晚宜的生活作息 你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接近你这个 你自己我自己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老大 还是OK的 还行吧 只不过是因为有些习惯就是现在就是我的同龄人他们可能就 不太喜欢这些事就是 只能说是就是 比较小众 小众一些 嗯 说到小众 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晚宜的养龟啊 养龟这件事情 包括现在 在社交媒体的这个置顶也是和自己的这个乌龟有关 嗯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展开一下这个乌龟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小考核 考一下晚宜对我们乌龟的了解程度 我们准备了一个龟龟百科 这里呢是我们不同种类的乌龟 旁边是他们应该有的这个名称 请晚宜来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当中 下一波我们的口令呢会是晚宜的签名赵的福利 所以大家也就多多的期待一下 所以晚宜你对于这个乌龟的了解是你买了乌龟之后做的功课 还是说是做好了功课才去买的自己的窄桥 嗯 同时间进行吧 一边溜花鸟市场一边做功课 就是慢慢的一点点也就了解了 但是也这个时候也有自己的龟了 所以这个兴趣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兴趣好像是大学刚毕业吧 所以电影学院宿舍可以养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 OKOK 我们期待一下 晚宜的答题情况 但是真的不见得 就有的我真不知道 我不是说特别了解龟 我已经看到评论区当中有老铁说我们突破六千万的点赞了对吧 那这样晚宜你继续持续答题 我来帮大家问一下他们的问题好不好 有伊拉罐问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同步进行 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昨天好像是十点还是十一点 十一点 因为今天出工早是吗 我昨天因为有工作所以睡的比较晚 如果是今天早上五点钟出工的话 我可能就九点就睡了 睡得着吗 睡得着 睡得着 厉害厉害 好 来看一下大家其他人的 有的真不知道 评论啊 好 还有伊拉罐和快手的老铁让我多多帮忙安利一下父辈的荣耀 明天我们就开开播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晚宜的新剧 稍后我们也请晚宜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新剧 OK 老铁问什么时候有新的Vlog 万一 老铁问什么时候有新的Vlog 我也不知道了 好嘞 现在天天在剧组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不同种类的乌龟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说我什么都了解 就是我 你现在可以把你知道或者是蒙的都贴一下 咱们待会来对答案 可以这样 可以的 健身房Vlog 还有那个老铁问晚宜会不会做饭 有的也会 这不是你你不会做你可以照着那个视频学吗 这也就会了 不是真不能下铁我真不会 真不知道 来我们来公布一下 现在晚宜是回答了一二三四五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啊 左上角的大鳄龟回答正确 然后佛厄龟回答正确 接下来巴西龟回答正确 然后射箱弹龟完全正确 再往下走还有一个火焰完全正确 不管怎么说吧 达了的正确率是百分之百的 这是这是见过的 可能有的有的这些这些就是 也不能说人家长得不好看 不是我的审美点 不是我的审美点 所以我们替我自己和可能相对没有那么了解乌龟 各种知识的朋友们问一下 窄桥是不在这些种类当中对吧 窄桥蛋龟就是这也这也是蛋龟 射箱也是蛋龟 所以是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契机 就选中了窄桥作为自己的宠 我真不知道 我就闲着没事干 我说是不是闲着没事 反正就当时说养个小乌龟吧 然后就是逛环角鱼虫市场感觉 挺好看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也不顺你什么太多的精力 然后他又能跟你有一些小互动 然后就是你也不用像遛狗似的 我每天都得去陪他 然后就是也比较轻松自在 有小玩意儿陪着你挺好玩的 既有这个陪伴感也不用太累 对不用太累 但是还是得对他负责任 你看我看有的人说那个就是养乌龟就是麻烦 他就肯定还是比你不养要麻烦 说的一点没毛病 所以你现在比如说在外地拍戏的话 是怎么照顾宅乔呢 我在家里边我爸爸妈妈有时候帮我就是养养喂喂食什么的 然后我把我姐也教会了 我姐也帮我喂了 好嘞 全家都是这个很了解了哈 很多朋友也在说怎么这么搞笑 没错这是我今天很多次问自己的问题 现在很多朋友呢可能也说到乌龟嘛 就是这个生活规律上也好像在向乌龟靠拢 就是少动少食 主张一个生命在于静止 所以想问一下晚意 你觉得你的生活状态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应该是 不乌龟真不是这样 他不是吗 乌龟就我那养的好多好几个吧 不是好多好几个就是品种的那个乌龟 他他也人家在里面游的可快乐了 每天在里面在里面那个在缸里面扑腾 然后挺好玩的 人家也没有静止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甚至比某些青年朋友们活动的还要多一点 对还是还是还是动一动吧 动一动比较健康 OKOK 好 OK张老师呼吁大家多运动对健康有好处 好那感谢各位老铁们的陪伴 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送福利 马上是我们第四波的福利口令 我们要送出的是什么呢 晚一 我看 签名照 好 来我们先给大家再展示一下签名照 稍后我们请晚一给大家签好之后送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是给大家公布我们的福利口令 来 321 口令是 快到晚里来 快到晚里来 好的大家点击左上角的礼物挂件 输入口令快到晚里来 前十位就有机会抽中晚一的亲笔签名照 恭喜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运了 好又有好消息持续的传来 我们 其实刚才也庆祝过了 就是我们点赞突破了6000万 好大家 一拉罐们和各位老铁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啊 把你们想看晚一完成的心愿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多多跟我们互动 稍后还有机会得到晚一的翻牌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在直播间关注直播 多多的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记录可以突破一下 那不知不觉我们的直播也比较靠近尾声的部分了 其实之前呢也有锦绣安宁杀青了 这部戏肯定是和长相思是相对来说很不一样的 长相思可能之前也说过哭戏比较多 跟我们聊聊这两部戏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吧 演下来 这个戏没有哭戏 这一刻你是不是感觉轻松 演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层 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到 导回去想 对导回去想就感觉没哭戏 有没有 那我们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 就好像我印象里面有异常 就相比之下要 轻松太多了 轻松99倍 但这轻松的意思肯定不是说就是会有什么 就是他们各自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心情上的轻松 你觉得态度上还是认真创作 是是是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就是长相思相对来说有点 呃 bad ending 然后锦修安宁可能是和 对对就是一个是B 一个是H H 好我们期待一下 包括其实刚才在评论区当中也有老铁说 想让晚宜多多为自己的新剧来打call一下 包括这一部和刘涛老师刘林老师合作的父辈的荣耀明天也就要正式开播了 对不起 郭涛老师 郭涛老师和刘林老师啊 呃 说说和两位老师前辈合作的感受吧 呃 太开心了 嗯 因为你看现在郭涛老师啊他是生活里的状态就是 他是一个就是跟你跟你很亲近 嗯 然后他就是也也很也很就是很阳光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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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然后他每天在现场就是会会活跃一下气氛有时候有时候五连编一下什么的就是大家就很快乐 然后在东北吧有时候跟着他一块活动活动就是你的那个精气神也就上来了 每天表演状态也就很很快乐 然后刘林老师是我跟他是很有缘我们应该说是呃 呃两次直接性的合作一次间接性的合作一共有三次了 然后呃第一次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第二次是演我的二姨第三次演了我的妈妈 我觉得和相对比较熟悉的演员搭戏肯定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而且每一次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他们 我很我很愿意去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 因为我都看过他们的呃作品 当然是就是非两位老师都是非常棒值得后背去学习的好演员 然后我我愿意每天经常去跟他们请教一些问题 他们也愿意就是给我多说的说的多讲一讲 因为他们也很很愿意看到就是你后背演员去能去能去进步能去诠释好一个角色 我觉得就是很很感谢跟他们一起拍戏就很很幸福 对你感觉自己这部戏在在进步 然后并且这个进步的过程很快乐 听下来感觉整个剧组的氛围是特别正向的 特别好特别好 是那我们也和晚一一起期待一下明天我们正式播出的付费的荣耀 好那导演也提示我我们的点赞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破了七千万 哇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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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我们的尾声 最后我们还是想请晚一跟我们快手的老铁们 以及今天全程守候我们直播的一拉罐们说一句再见的话吧 嗯 这么突然吗啊 嗯 嗯 各位各位快手的老铁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会继续好好的努力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更好的角色 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好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守候我们的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演员张婉易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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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